修杰凯任于贾静雯婚礼计划中。田抱步步模仿功力超强。 修杰凯金,28日出席保养品活动,谈及老婆贾静雯带助一对女儿步步语的妞录至亲子时镜节目。 她坦言会担心贾静雯太疲累,幸亏女儿们都很乖巧,也让她放心不少。 问及老妞还小,会不会害怕美光灯?修杰凯透露,其实有点出乎意料。 老妞很喜欢热闹,跟步步相反。更说老妞会开心到不肯睡觉。 步步则是时间倒就吃饭,睡觉,两个女儿个性大不同。 修杰凯与贾静雯自2015年结婚,因为工作忙碌加上要照顾女儿们。 迟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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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没有做到。 又会被说食言。也说与贾静雯一直有在讨论婚礼,并请大家拭目以待。 随助亲子时镜节目播出,步步可爱萌样也融化不少粉丝,修杰开透露。 只要步步不乖,就会跟他说,奶不乖,我就要带奶去厕所。 虽然修杰开也只是带步步去洗手,上厕所,但依旧让步步怕到不行。 修杰开笑说,现在步步都会学他们的口气,跟呃妞说,奶不乖就带奶去厕所。 我没有生气,是好好跟奶说。 让修杰开看了哭笑不得,只能说步步模仿功力真的越来越强。 打赏钟 Un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